警方前後包夾 這一台銀色小車 打開車門要攔截這一名 詐騙集團水防主管 紙袋裡面倒出來 全部都是厚厚的鈔票 人髒巨貨 嫌犯卻還想要狡辯 同一時間警方逮捕 另一名受不守 基隆一名66歲余姓男子 被騙了四千九百萬 警方向上追 被詐騙集團早就勾結了 銀行主管 詐騙集團利用街友成立藝人公司 接著找到銀行主管 要求櫃檯放款 詐騙民眾假投資 隨後再要求銀行的箱裡 櫃檯放款 另一名銀行主管審核蓋章 讓車手領取巨大的髒款 兩名聯邦銀行主管幫忙打通關 讓詐騙集團車手拿著公司大小張 就能夠去零貴廷領大額現金 不需要留下資料 製造斷點想漫天過海 警方人查獲林姓水房金主 還有張信銀行主管等 17人盜案 三星五綜合報導